奥多巴基的朋友们大家好 这一期的每周361来到比较迟啦 主要是因为那一天国庆日 让路给这个讲 Proton 故事的影片 Anyway 上一周车谈有什么重点新闻 现在就让我小明带大家去看一下 第一则新闻我们先来看一看 上周在我国正式发表一辆蛮特别的新车 那就是 纯电动的 BMW iX 这款造型相当前卫大胆的中大型 SUV 在我国率先以 X-Drive40 车型登场 我们先来看它的动力配置 这个 X-Drive40 在前轴和后轴个别装有电动马达 组成一个双马达的组合 它可以产生 326ps 以及 630 Nm 的输出功率 0 百加速 6.1 秒 急速则是 200km per hour 这个版本配备的是 76.6kWh 的电池组 最大续航里程为 425km 如果你使用普通的 Type 2 11kW 的 AC 充电器的话 7 个小时 15 分就能够充满电池 而如果使用 DC 快充的话 10 分钟的充电量就能行驶超过 90km 31 分钟左右就能从 10% 的电量充到 80% 以这个日常驾驶来说 其实还相当的不错 我国的 iX X-Drive40 配有两种版本可以选择 分别为标准版以及高阶的 X-Drive 40 Sport 两者主要是在配备上有所不同 像是标准版使用的是带有自动高灯功能的 LED 头灯 21 吋双色轮圈 内装方面则是标配 12.3 吋液晶仪表盘 外加 14.9 吋的触屏主机屏幕 组成的曲面双联屏 并拥有氛围灯以及无线手机充电插座 而在安全配备方面则是搭载 BMW Parking Assistant 评测辅助功能 以及 Driving Assistant 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 拥有列表里的这些功能 至于顶级的 X-Drive 40 Sport 则多了要价 RM53,000 的 Sport Package 它多了 BMW Laser Light 雷射头灯 22 吋的轮圈 Sport Line 外观套件 而内装方面也多了全景式天窗 18 颗喇叭 Harman Kardon 高级音响系统 胎压侦侧以及漂亮的水晶旋钮和实目示板 而安全配备方面则是升级成 Parking Assistant Plus 以及 Driving Assistant Professional 主要是多了更加多的功能 关于这方面大家可以参考这一个列表 不过重点还是在价格部分 因为这台 CBU 整装进口的豪华纯电 SUV 它的起跳价格居然只要 RM419,630 这个起跳价比起在我国 CKD 组装并且享有税务优惠的 BMW X5 PHEV 还要便宜 其实这台车严格来讲它就是纯电版的 X5 结果它居然比 X5 还要便宜 而且就算你价钱升级 换成这个五年保固外加免费保养的配套 也才 RM435,800 起跳 这台车还是很有竞争力 那你也可以另外选配价值 RM4600 的 Power Package 那在这边我就放出这个完整的价格列表给大家参考 据了解这一个 iX 开放预厅短短5天之内 BMW Malaysia 就已经接获多达 64 张的订单 反应相当的不俗哦 而且BMW Malaysia 也表示这次这个 iX 是手炮 它们接下来还会引入更多 i 系列的纯电车型 像是 iX3 还有 i4 而且它们接下来也会在我国一些主要地点 像是这个高速公路的休息站 购物商场 还有BMW本赛的展示厅安装快充站 可见它们真的是下定决心要在我国普及化这个电动汽车 成为 Porsche Malaysia 以后另外一头领头羊 那在这里也就要给BMW一个赞了 做得好 第二只的新闻 我们暂时飞到国外先 因为这一台车有看头 它就是在成都车达发表的 激利波越X 这台车基于之前的博越Pro打造 基本上被看作是这个博越的升级版 也就是我们这里的这个Proton X70 最最最最最新版本的兄弟车型 在外观上这款新车 基本上还是维持了原本博越Pro的设计风格 但是车头部分它就来个大改造 采用了被称为能量风暴的最新家族式前点 超级大的这个水箱护罩呈现出一个X字形的设计 嗯 再看成像好像有点Mitsubishi的感觉 而隔山设计则是有点类似Lexus 仿锤式水箱护罩的风格 并以钢琴黑的材质呈现 加上旁边的这个雾影四条 以及橙色的线条点缀 整个车头可以说是年轻化的许多 车侧方面呢 则可以看到多了悬浮式车顶的设计元素 还有车门本来的这个杜克四条也换成了橙色的设计 以及同样强调运动化的黑色轮圈 还有橙色的刹车卡钳 至于车尾部分呢 则是采用了新的磁具式扰流器 外加造型更加夸张的这个运动尾翼 以及我个人觉得相当漂亮的训绘式LED围灯组 我是觉得这个比X70还要好看啊 你觉得呢? 内装方面也是同样延续博越Pro的设计 老实说这个中控台我真的是觉得比普通版博越 还有我们的Protok X70好看太多了 整个是精致了不少 而且质地方面也是up多了一个level 并且拥有新设计的全夜景仪表 更大的触屏主机 而且还搭载吉利最新的银河OS操作系统 比起X70的GKUI呢 相信无论是这个性能表现还是功能方面 都是大大的提升 估计也更加的智能 而高配版本呢还会拥有这个BOSS高级音响系统哦 哇哦 在动力方面这个博越X呢 它依旧搭载1.8公尺的涡轮镇压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为184PS 而峰值扭力呢则是300Nm 并同样匹配这个7速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这个动力组合基本上就和我们这里的X70是相同的 那问题来了 它会是我们这里传说中即将推出的这个升级版X70吗 因为这个升级版据说在外观方面会有所更动 会不会动这样多变成这样呢 我觉得这个就要看这个X70 CKD的本地零件啊 回本了没有了 but anyway 你会希望我们的X70升级版长这样吗 其实我个人还蛮希望这个X70呢 可以换上这个博越X的内装 因为真的是没太多了 接下来的新闻我们又回到本地 大家还记得之前的X60为大家报导的Lotus Amira吗 因为这台Lotus最后一款的纯燃油引擎跑车要来到我国了 Lotus在我国的经销商Toy Cars日前就宣布了 这款小跑车正式公开接受预定 我国的这个Amira将只有2.0 Turbo单一版本 也就是搭载来自AMG代号M139的2.0公升涡轮增压引擎 并匹配8速的双离合器变速箱的版本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它就是AMG A45身上的动力组合了 对于这个动力组合 目前Lotus暂时是还没有公布它的输出 但已经确定马力会介于360hp到400hp之间 而扭力方面也是介于400Nm到430Nm 并预计可以在4.5秒内就破败 急速则是可以达到290kmh 所以最后这个Amira在我国卖多少钱呢? 据了解啊 预售价格不包含税务的话呢 大约是在45万令吉左右 这样加买Tex到来的话 应该是100万令吉起跳了吧 这样的价格你会选择它吗? 最后这新闻 这个有点强 Porsche 宣布确定会和这个Porsche Malaysia代理 Sime Darby Berhard 合作 在本地组装Porsche车款 成为Porsche首个德国以外的海外生产线 What's it? 厉害了我德国 Porsche 的主要工厂呢 目前都是在德国境内 并没有在海外设立过生产线 就算连这个德系跑车品牌主要市场之一的中国 都没有工厂 因此这一回我国设立的这间工厂算是Porsche AG 在全世界的第一家海外工厂 而这家工厂的合作伙伴 Sime Darby 也是Porsche在我国的独家代理商 据了解这个双方的关系相当的不错 那为什么会选择我国呢? Porsche AG 销售和营销执行董事会成员 Devlev Von Flaten 就表示 选择在我国设立工厂呢 是因为看准了亚西安 也就是整个东协 还有马来西亚市场的潜力 未来我国的这家工厂呢 就会专门提供整个东协市场 而马来西亚装配的这个保时机的新车 预计最快明年就可以交付到我国的车主手中了 据了解这一座工厂将会设立在吉达州的Kulim 目前Sime Darby 在那里是已经有生产线了 专门组装 BMW, Mini, Hyundai 等品牌的车款 连产量大约在这个3万8千辆左右 而Sime Darby 也给出承诺 每一台在本地组装的Porsche 都会严格依照厂方在欧洲当地的标准 来进行QC 品质管理检验 同时Sime Darby 也会确保所有作业流程都符合Porsche的标准 那目前Porsche 还有Sime Darby 都还没有透露 在我国将会组装什么车款 不过之前有消息就指出的将会是这个 Macon 还有Vayenne 这两台Porsche目前的支柱车款 这台Porsche 呢 毕竟Porsche 在我国大展全脚建设的这个充电站 为普及化电动汽车下了那么多的心觉 不如就也顺便CKD 掉 Taycan 吧 我相信这里是有不少老板 应该会有这个兴趣哦 好啦 以上就是这一期美洲360 的所有内容 好 问题 你对今天哪一台车有感觉 是保时捷吗 还是柏越X 还是其他车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知道好吗 我是小明 喜欢这期影片的话记得不要忘记给个赞 分享出去 当然最重要的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回的节目再见 拜拜